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拍一條影片 有關於大概上兩個星期前 我為一些會員做了一個問答 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有些不是會員的話就沒辦法回答 因為這個只是為會員回饋會員的活動 答對7分以上就會合格 合格就會得到一份精美禮物 精美禮物一份 這些都不用怎樣看 這個為什麼我會拍出來給大家看呢 因為有些不是會員的話 都可以讓你見到一些問題 我們事不宜遲來 這個就是我做的標題 這個就是李漁王標題 這個就是問你的YouTube名稱是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想回答的話你也可以回答 你心裡想著那個答案 然後再看回我說的時候 究竟是哪一個答案呢 然後就看看你了解得我多不多 OK 來吧 第一條 以下哪一隻是台主最喜愛的精靈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兩隻裡面 一隻就是比加超 第二隻就是迷2Q OK 給大家一點時間去思考一下 究竟我會選哪一個呢 沒錯 就是選這個迷2Q的答案 對了 那迷2Q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如果你答對了 那現在就有一份了 OK 好 那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呢 我呢 就最真以下哪一隻的精靈 放大一點 各位 有些未必看到 最真以下哪隻精靈呢 那這裡有三隻的 第一隻呢 就是這個草幹 第二隻呢 就是這個廢列托斯 第三隻呢 就是幹料的 這個呢 就都... 經常曾經在某一個遊戲裡面說過 哪一隻是比較上討厭的 沒錯 對於如果你有看直播 即是有看開Pokemon那類的直播 大概可能我也會有說到哪一隻是最討厭的 沒錯 那就是呢 第一 就是這個 一個的堅果雅靈草幹 OK 好 那第三題 其實相對地呢 都非常簡單的 基本上 頭兩題或者是 十條裡面呢 基本上只有一至兩題呢 是比較困難的 其餘都很簡單的 好 下一條 下一條就是 舊頻道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停權呢 這裡有四個答案 開始四個答案 開始有點困難的 好 第一個呢 就是有關於Pokemon的改版影片 大家都知道 我本頻道呢 就有一些 出名 或者一些很有趣的Pokemon改版 就會上傳在YouTube的頻道 所以會不會有這個影響 導致我被停權呢 對了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關於Pokemon的MMO的遊戲 對了 就是一個帳號分享事件 帳號分享事件 帳號分享事件 第三個 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野比大雄心法危機 就是一隻的2D 不是RPG maker的一隻動作遊戲 ARPG的遊戲 那 第四個就是呢 因為賺錢太多了 所以就被這個YouTube停權 都是給一點點時間 如果你是舊觀眾的話 大概都會知道 因為都... 我當時都用了... 即是怎樣說呢 我當時都是在Facebook 或者最新的一條影片 講解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如果你是舊的話 一定會知道 如果你是新的話 可能要靠... 平時看直播 去慢慢理解 OK 好 這條題目的答案就是... 第三條 第三條野比大雄心法危機 當時曾經是因為這個緣故 就是... 舊的頻道 曾經被人追殺 即是這個... 版權警告13個 當版權警告超過第三個 基本上你的頻道 就已經可以說再見了 沒錯 嗯... 真的都很心痛 當時那個舊頻道不見了 因為當時來講 其實都有五千多個訂閱 對啦 好過現在 基本上... 就... 現在就只有千多了 但都... 沒辦法 沒辦法 好 下一條題目 下一條題目呢 就是講回Pokemon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就是問關東御三家裡面 你覺得台主會選B一隻 作為初始精靈呢? 嗯... 其實這個關東御三家 我想都是要看回 你有沒有... 看過一些改版 或者是聽過一些直播 這三隻裡面 我究竟會選哪一隻 作為我的... 起手精靈呢? 小火龍? 奇異種子? 還是車利龜呢? 如果有看得多 大家都會知道 這三隻裡面 有一隻我非常喜歡的 魚三家的其中一隻 就是... 奇異種子 奇異種子 就是我在關東御三家裡面 最喜歡的一隻 好 下一條問題 那下一條問題裡面呢 就... 寫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 台主要在2022年的6月1日 達成什麼目標呢? 其實可能打消了一隻字 打消了2022年6月1日 或之前 好 第一個答案就是 交到女朋友 認識女朋友 第二個就是 頻道到達6500訂閱 6500訂閱 第三個就是 賺一筆然後退休的 好 然後第四個答案就是 以上皆是 如果這個呢 有看回... 當時... 應該是6月1日 2021年的6月1日的直播呢 當時我有說到目標是什麼 說到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有看的話 大概都會知道 沒有看的話就... 好像我也有說 不過就... 忘記有沒有正式說過這件事 OK 好 這個答案就是 達到6500訂閱 6500訂閱就是 現時小弟在這個頻道的一個目標 就是在夏年2022年 就... 達到這個6500訂閱 就是我現在的目標 OK 其餘那些呢 其實都是我的目標 但就不是... 沒有定到一個時間 沒有定到一個時間 OK 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了 以下那隻格鬥精靈是台主最愛 有某部分 都有... 某部分會員 就聲稱這條題目 是被這條題目 Fake了 OK 好啦 首先呢 我們要先看看 有哪四隻的精靈呢 第一隻就是怪力 那怪力呢 就是... 都算是... 幾業門的一隻的格鬥系精靈 OK 第二隻就是打擊鬼 那打擊鬼 就是一隻藍色的格鬥系 沒有什麼特別 第三隻 第三隻就是投術鬼 投術鬼就是... 跟藍色那隻... 不差不多 只不過它是紅色 還有身形 就矮一點 肥一點 對啦 那第四個就是列陣兵 列陣兵就是劍盾的時代 就是這個第八世代 才出生的一個精靈 OK 大家的... 反應呢 就說呢 這條都有少少少的... 有少少困難 或者是... 猜錯了我 究竟我喜歡哪一隻 那其實這四隻裡面呢 其實我就比較傾向喜歡兩隻 其實有兩隻的 就是呢 中間那兩隻 中間那兩隻 中間那兩隻是... 我在一隻叫做Pocket MMO 裡面的遊戲裡面呢 經常會使用的精靈 對啦 怪力啊 就... 真的比較少用 對啦 列陣兵就... 當時用過一陣子 但是就發覺一般 一般 不過外形也挺漂亮的 外形挺有趣的 如果... 中間那兩隻 哪一隻我最喜歡呢 那... 這一條的答案就是... 打擊鬼啦 打擊鬼呢 就是我比較喜歡的格鬥系精靈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有堅硬的特性 堅硬特性的格鬥系精靈 其實都相當... 小見的 相當小見 而且都真的蠻霏的 如果你... 尤其是...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隻精靈的原因就是 因為... 因為有某部份 可能... 比較新的玩家啦 比較新的玩家 可能看到... 嘩! 這個格鬥系精靈一拳打死他 飛行系 然後... 誰知呢 就... 我有一個堅硬的特性 可以捱一捱一下 然後再來個... 反擊 反擊的手段 都是相當不錯的 還有... 對啦 我最喜歡就是他這個堅硬的特性 所以... 這一隻就是我最喜歡的格鬥精靈 OK 下隻... 下條 台主最近直播的Pokemon遊戲 究竟是什麼呢 這一題都相當簡單 如果有看直播的話都知道 第一個答案就是MMO PokeMMO 第二個就是Pokemon的劍盾 第三個就是LewPokemon 隨樂拍 第四個就是台主最近沒有直播 這條完全是送分題目 有看直播就知道 我正在玩什麼 就是隨樂拍 好,下一題 好,下一題裡面 這條題目就... 台主曾經在直播中提及過 報讀興趣班的好處 興趣班的好處 請指出哪一項是答案 第一個 報讀興趣班可以發展到自我 學會多一個技能 第一個答案 這個是A的答案 第二就是挑戰自己 成為十項全能的達人 這個都是... 聽起來也是一個很正面的答案 第三 第三個就是結識朋友異性 好 第四個就是消磨時間 這一題都是在一個直播中 講過 報讀興趣班的真正好處是什麼 這個就視乎你有沒有看直播 或者你對我了不了解 都是看你對我了不了解 而想一下 究竟他會選哪一個作為答案呢 這一題的 好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C 這個結識朋友異性 才是這個報道興趣班的好處 當時在直播中講講 下一題下一題 好了下一題 都是一些很久以前的直播的時候 講過的一些資訊 台主曾經稱哪一隻精靈是台主老婆呢 這一個其實都是一很舊的觀眾才會知道 我想大概要... 可能追溯到2018年 2018年的年尾 甚至差不多秋季的時候 那當時來說 就... 都有提及到這個老婆究竟是哪一個 對了 那這裡有四個答案 第一個就是沙奈朵 這個基本上大部分的網民都應該喜歡沙奈朵的外形 因為沙奈朵是一個妖精系精靈 就算她不是妖精系 即是正常 她本身是超能力系 但是她也擁有一個很華麗的外形 華麗的外形 第二個就是迷信者 第二個迷信者就是一個 黑黑皮膚的 冰屬性超能力 也是 痴性的Pokemon 痴性的Pokemon 第三個是雪妖女 雪妖女其實也是一個比較漂亮的外形 有些特別的 第四個就是怪力 有某部分都是很喜歡說什麼沒有怪力 女生的怪力 都... 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答案 那究竟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呢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第二題 第二個 迷信者就是曾經台主的老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Pokemon 裡面 我就... 選了這個迷信者 作為我的輸出的手段 當時就用了少少時間去捉迷信者 因為當時在Pokemon 裡面捉迷信者 都是相當困難的 是有少少困難的 而當時可能是剛剛才... 即是剛剛打贏某些的四天網 沒有錢 所以基本上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捉自己做 就不是馬上買精靈去生蛋還是怎樣 對啦 所以就... 曾經試過一個直播裡面 就... 嗯... 跑去捉迷信者 嗯... 這一隻就是台主的老婆 迷信者 下一題 下一題 這個也是近期直播有提及到的 究竟觀眾們覺得台主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第一A0 第二FF 第三黑眼圈 第四個是以上街市 是... 非常之簡單啦 對啦 都... 好像... 我出這個問答前後可能都不夠一個星期的直播 所以應該就... 很容易就會回答到啦 沒錯 那這題的答案就是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基本上這十題就... 到此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 會有多少分數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覺得哪一題最有趣 哪一題是最簡單 或者哪一題你覺得最有挑戰性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啦 這個呢 都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小活動 讓大家了解一下 究竟台主... 可能選擇一些什麼精靈啊 即是他... 以我的角度我會選擇一些什麼精靈呢 讓大家思考一下 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 我... 我會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活動 對了 大致上呢 今次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先了 希望呢 下屆呢 就更多人參加這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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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嗯... 就非常之遺憾啦 就算是下屆呢 都只是開放給會員啦 因為始終... 如果不... 即是如果大部分都參加到的話 其實我相信的量都會相當之龐大 相當之龐大 所以呢 暫時呢 只是專注在會員那方面 會員那方面 那這次的影片呢 來到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